我們邀請香港人來臺灣做兵 做兵不是做冠 不是做冠冠 做兵有三個好處 第一 比我們比較年輕 第二 比我們比較討厭中國 第三 能夠證明我們的勞工的藍贓 是不是可以考慮這件事 日本人去中國 他不用說生人自己是中國人 美國人去中國他也不用生理 他是中國人就可以做生理 臺灣人不只是去中國要生人 他是中國人的 中國人來臺灣他同樣也是做中國人 那叫入胎症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去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我們不是在台北 我們不是在實體上現實上 我們都認為自己跟他不一樣 在文化上在主體上 包括在外國人的認知 全世界都知道 臺灣跟中國不一樣 是OK 我認同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不管我的認為 是中國對我們有侵略的意圖 包括藏意還在排兩天的篩訊來 還在排零機 我想這都是很平衡的事情 我不管中國要怎麼做 尤其我希望說有一天我們可以跟中國做正常的外國交流 因為現在看起來不是這樣 我的認罷是這樣 那所以不管中國怎麼說 我們現在自己臺灣可以做什麼 有幾項事情在現出的憲法 我經常去給一些吉他政黨 借我要收現 說這樣我不敢收我不敢收 但我拿東西去簽名都不要簽 那個個性是怎樣我也想不到 但是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我們來強化臺灣的方位性民主 有幾項事情我們參考看看 包括中國人來臺灣 不管他是計畫還是做事 他有這個處理新聞情的那個規定情 我們可以參考美國有一個中性的科技 也不用考很困難 考反滲透法 來考慮臺灣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考慮我們自由民主的體責 我們可以enter這項事情看看 有合到臺灣自由民主領館法庭的計劃 有一個中性選擇的規制 那我想不管未來 剛才健保議題 剛才國民管理的問題 甚至是倒票的管理 我們的政議也不會那麼重 這可以討論嗎 我想委員沒有這種立法 我們尊重委員的看法 主席還做不到 這儘管要經過法律的庭署 有啦 我知道包括議員也來政 議員也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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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重委員的這個看法 下一張 要這個立法 重點就是我們 近日香港民日台灣 香港不是公共的而已 我們發現有一個 實際上可以做的 我們邀請香港人來臺灣做兵 做兵不是做冠 做兵有三個好處 第一 他比我們比較少年 第二 他比我們比較討厭 中國 第三 能夠證明我們的勞工 能夠證明 是不是能夠證明這件事 議長 抱歉 這可能給你比較有關 這個我看 可能要比較慎重 議員 Tun 敬禮 警